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据法新社消息川普表示 如若政府继续关闭 将不会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他还称民主党比中共还难缠 不值得尊重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于1月22日在瑞士举行 时日早些时候 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称 如果政府部门停摆的情况迟迟未得到解决 川普就将不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 据了解 2018年川普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成为了第二位在任期内出席该年会的美国总统 通常无论总统是否出席 美国方面都会派出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参会 日前美国政府部分机构的停摆已经进入了第三周 但美国国会两党仍无法就临时拨款案和美墨边境墙问题达成一致 1月9日 美国总统川普与民主党国会领袖佩洛西在白宫进行了商谈 但谈判很不愉快 美国之音报道称 见面时川普总统问佩洛西议长 如果我给你你们想要的政府开门 你们会给我我想要的边境墙吗 佩洛西说 不会 川普随即站起来将手重重拍在桌上转身离去 副总统彭斯表示 仍不排除动用行政权宣布紧急状态 川普总统随后发表推文 称这次的白宫会议完全是浪费时间 并对佩洛西说 再见 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还不够泄愤 川普10日在启程前往德克萨斯州视察边境前 对记者提到 我们现在情况非常好 经济好得很 我们在跟中国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觉得跟中国打交道 比跟我们的反对党打交道容易的多 川普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说 坦率的说 我发现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舒默和佩洛西更值得尊敬 川普补充称 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比反对党更容易对付 当然佩洛西和舒默也没有放过川普 佩洛西事后告诉记者 川普是一个爱耍性子的总统 除非我能如愿 否则我就要政府关门数周数月甚至数年 这不是民主的运行方式 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悲伤 舒默则说 我们又再一次看到 他如果为如愿就大发脾气 为了修墙 川普可以说是气炸了 现在又和媒体顶上了 9日在与民主党领导人谈判失败 政府没能重开之后 总统川普在混乱的一天结束之际 深夜向他的宿敌之一 美国媒体开炮了 发布并转发一系列推文后 川普点名NBC和MSNBC MSNBC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系列频道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 抨击新闻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诚实 称他们是与民主党合作的反对党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要比报假新闻的CNN更差劲 主流媒体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不诚实过 NBC和MSNBC都要疯了 他们故意报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新闻 真正是与民主党合作的反对党 如果可能的话 甚至可以比报假新闻的CNN更差劲 在此之前MSNBC刚播出了一则点名 川普应该更担心除穆勒之外的检察官 而穆勒正是负责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 此外川普还抱怨新闻主播很快泄露了 他周二黄金时段发表演讲前的非正式午餐会议内容 而这句话针对的可能是纽约时报 谁能相信主流媒体有这么坏 他们都疯了 川普发泄到 几十年来 美国总统们常利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重大声明 8日川普首次在这样的场合向全国发表了演讲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在白宫罗斯福丁8日举行的非正式午餐会上 川普表示 发表演讲或访问南部边境不是他的主意 而纽约时报称 午餐会数小时后 川普就要在晚间黄金时段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但他明确表示怀疑演讲和访问是否会起效 据报道 CNN福克斯新闻 ABC等媒体的顶级新闻人士出席了这场约一小时二十分的午夜 川普告诉在场的电视新闻主播称 白宫顾问们向他施压 迫使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就边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以及访问边境 在川普正式发表讲话前 这些细节就已经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不待见CNN 去年11月 CNN记者阿克斯塔与川普斗嘴后被吊销了白宫记者证 但CNN将川普告上法庭后又拿回了白宫通行证 9日 福克斯主持人川普铁粉肖恩汉尼提还在他的新闻节目中预告 10日会到德克萨斯州的边境地带采访川普 等到10日川普再出发前往德州前还发推夸赞了福克斯节目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